第三題 現在給一個定點20 定直線S-8等於0 現在有一個動點 這個動點到達定點的距離 是動點到達直線的3Z倍 要求曲線的方式 因為一個動點到達一定點的距離 比上一個動點到達直線的距離 這個就是離心率 離心率是小1 離心率是3Z 所以這事實上是一個橢圓 按照條件 把橢圓找出來 怎麼找 這距離 這P點是xy 所以它距離就多少呢 根號x 減2平方 加y平方 等於多少呢 等於3B倍的 好 那這個 到達這個距離 這是8 8再減到x 這一點到直線的距離 那我現在給它移過來用平方 就9倍的 x-2的平方 加y平方 0多少呢 x-8平方 然後給它展開 就變成9倍的 s平方-4x 再加4 再加9塊平方 等於s平方減掉多少 減掉 減掉這個是16x 再加8x-64 好 整理一下 一個拿過來 8x平方 4x-36 還有-36 加上16 等於-20 還有這個 94x-36 36 8移過去 n64 減掉36 8 5-3 28 這是28 然後還有9y 9y0 x-36 那現在 我就把第一項 把它給這個 配方 這是8倍的 s平方 減掉多少呢 應該是2分子58 58 40 40除以20 這x 因為我要配方 所以我要加一個什麼東西 加一個4分子5的平方 2A1 2乘以x 再乘以這個 2x乘以4分子5 就2分子5x 沒錯 再加9y平方 這個等於28 這加多少 這加後面這一項 不過你要乘以8 8x16 25 8x26 再加個2分子25 好 那這樣 我就可以把它給合併 這變成是8倍的多少呢 x-2分子5 平方 再加9y平方 再加9y平方 等多少呢 2分子 16 56 再加25 11 81 81 那這樣我就可以算出來 再加2分子5 這應該4分子5 4分子5 然後把它除過去 除過去的話 就變成多少 變成是x-4分子5的平方 這個是81 他除以286 他除以286 再加多少呢 y平方 變成9981 就變成那個 9 還是2分子 2分子9 等於1 那這個就是 最後答案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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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